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办法 很多人有好日子不要过嘛 他愿意这么过嘛 有没有办法 对不对 反正你自己不主动 你总会不会后悔 记住啊 谁先主动 谁先后悔 听得懂吗 对的 因为最近接到很多女同修 类似的情况 就是都是女同修 刚开始修 然后男的老公先生 都要到离婚 然后他们就比较紧张 然后一个就是坚持不离婚 然后就又没有信心 又不知道能不能化解 我就让他们念姐姐度和心经 然后配合念礼服 还有念小房子 您看这样可以吧 莫法时期男人 我告诉你 为什么活不长 就是上辈子的业障太重 明白了吗 嗯 因为男人造新业特别厉害 所以他们都是有外边有 有就是有这个 有第三者的那种 啊 好的 所以我告诉你 他们的造业自己不知道吗 对不对啊 嗯 对的 嗯 那女的也很辛苦 也很苦 然后前世造业 然后今世受报 然后一直在那里苦苦的哀求 但是男的一直不动心 嗯 其实这种事情 三翁十马 胭脂非福啊 嗯 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 这个是一种随遇而安的事情 对不对啊 嗯 很多事情 嗯 真的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 嗯 随着 随着缘分走吧 嗯 我觉得他们说要念心经和姐姐中 嗯 谁开悟啊 开悟了 就自己发起充满 不开悟了 嗯 进入堕落地狱深渊 就这么简单 嗯 啊 好了